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跟你說 嗨 今天我們又請到了一個特別黑 的小黑胖 我們的男朋友 Andy 嗨 老面孔 大家還是很愛看 對嗎 愛看的話留言在下面喔 今天看到我們穿這樣 就知道我們來做一件 有點不一樣的事情 今天我們來幹嘛 慶祝我們的四周年 天啊 時光飛是四周年了 啊好快喔 上了 要揍我們 一定啊 看到這個背後的風景很不一樣喔 讓大家看一下 真的嗎 我們今天來到了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叫做 Villa Sawadhi Samadhi Samadhi 對 聽起來也太低 這是一個非常富補的酒店 但是它的確也是一個非常老的酒店 接著我們現在站的這個建築呢 是上一個世紀就已經蓋好了 所以大家也看到 整個的風格是非常英式風格的殖民建築 這個酒店是在2017年 重新翻修過 所以有老建築的靈魂 但是有最新的享受 就是你的房間一定會租起來 這個酒店非常特別 隱藏在新加坡的一個深山 你會看到很多記憶 它有一個No Child Policy 那個應該蠻喜歡的 就是 是有小孩子 YES 只要12歲以下的小孩都不允許 太好了 真的是可以放自己的好假 經約下來呢 我們會在這邊住三天兩夜 這次我們要文青文化之旅 嗨 歡迎光臨 古色古香的房間 而且還有慶祝四周年的氣球 哇 超可愛的 這次我們入住一個很復古 其實它就是一個古蹟的飯店 全部都是古老的東西 還有有點古老的男友 四年的男朋友 哈囉 嗨 小老頭 好黑喔 小敲門 廁所精靈又來了 哈囉 廁所精靈 哇 這櫃子好美喔 我們來偷看裡面有什麼 咦 沒有東西 哇 洗手台也超美的 這個古色古香的竹子 洗手的 馬桶 然後 哇 竟然我們有自己的泡澡的澡盆耶 還有海鹽 等一下廁所精靈應該會在這邊 拍一些美燕子好不好 是嗎 嗯 會有洗澡的仰仰畫面嗎 那種是廢話 你看 廁所精靈超兇的 快點 我們來到了森林耶 我們來到了森林耶 鱷魚先生 請問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呢 我們要去 參觀一下 CAD 我們的時間到了 傳統泰國點心 R.I.D 水果 茶 迷你三明具 Skong 跟茶一樣顏色的男朋友 我們現在要去吃晚餐 怎樣的晚餐 我也不知道你們看這吧 你就是我的晚餐嗎 好 一個人嗎 加入我吧 乾杯 哎呦被撩到了 我的天啊這晚餐也太浪漫了吧 請問是要跟我求婚嗎 要你來付錢 好 浪漫的晚餐上菜咯 我們有清蒸海鱸魚 咖哩軟殼蟹 青炒芦筍 茶葉蛋 還有我最愛的鳳梨炒飯 點心的時間 芋頭蛋糕 配上綠茶冰淇淋 還有茶葉蛋 真的是一個很貼心的酒店 我最喜歡吃的芭樂 龍眼 小芭蕉 信封裡面還附上了口罩 而且我們晚上一回家 發現床上多了 一罐酒 非常好 希望我們被灌醉 還有小點心 這個飯店對茶真的很講究欸 他們的茶是這樣子包裝的 真的茶葉 然後附上了三種口味 晚上走進廁所 又被 下一大小 哎呦好浪漫喔 大廚跟香檳 還有小黑胖 喂 小黑胖的身材秀 估計有幾滴 都在下面 我們現在要來套 太浪漫了 他們幫我們準備這麼多蠟燭 看去 好 拜拜 我們要為這個玉池撒鹽 等一下 別讓昨日在你胸口 慌慌的撒鹽 欸 傻丸咧 你們知道Andy的中文名叫什麼嗎 叫做菜要鹹 所以水也要鹹 放很多鹽 夠鹹了嗎 夠嗎 要睡覺了嗎 小黑胖 要我要睡覺了 為什麼你看起來那麼黑啊 誰把你那邊燈關掉了 晚安 嘿嘿嘿嘿嘿 太好牙道了 拜拜 嗨 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拿著聲音韻聽 比較安靜三秒鐘 哇大自然的聲音 你看我們的早餐 我們點了SAMATI SPECIAL 是這個飯店的主廚早餐 還有現炸的胡蘿蔔汁 現在有一點分離 這是什麼汁 西瓜 然後三層的早餐 還有水果 麵包 還有果醬 早餐不忘吃乳蛋 文化之旅現在來到了 Gilman Directs 藝術的區域 有很多很多小的建築 每一個小建築都是一個 小的Gallery 所以大家可以來看看 把我們的文化之旅 GO 現在來到一個位於市中心的城市農場 好 我們現在來參觀 你可以自己租 一個小的地方來耕種 你可以養雞 對嗎 好像有人養雞 但是有人偷吃他們的雞 我們來看看我們找不找到那些雞 走 我們要前往小農場了 小農場門 小農場門 嗯 小乳蛋 哇裡面有一個很美的咖啡廳耶 很像狗的鴨耶 牠一直在搖屁股 超可愛的 牠應該是想要吃乳蛋吧 回來啦 現在 我們吃 午餐套餐 還有各種各樣的小菜 木瓜沙拉 月亮蝦餅 春捲還有打拋出 哇 月亮蝦餅 大餅 檸檬炒的味道還好香喔 上主菜了 海鮮 帕泰 炒花枝 有咖哩雞 跟吃花枝 我好像回到台灣喔 花枝 根本就是熱炒店的炒花枝啊 請開門 這個鎖 新加坡人應該都很會開 因為跟主屋很像 開開開開開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最後記得要看 十次 掰掰 是 閔門 下 嘗 這個鎖 請 直播